創世的 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頭形成了人 在他被恐慧出了一口生氣 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心物 上主天主在伊甸東部 種植了一個學員 就將他形成的人安持在裡面 上主天主使地面生出了各種好看好看的果樹 生命樹或知善惡樹在學員中央 在上主天主所做的一切的野獸中 射是最假的 射都有人說 天主爭說了 你們不可以吃各園中任何樹上的果子嗎 女人都寫說 各園中樹上的果子 各門都可以吃 只由各園中任何樹上的果子 天主說過 你們不可以吃 也不可中可 免得死亡 將如同天主一樣 知道善惡 女人看那波果樹 實在好吃好汗 令人羨慕 且能增加慈慰 於是 於是 習慣一個果子吃飲 又給予他的男人一個 他也吃飲 於是 兩人的眼 立即開動 發覺自你 刺身體 於是 用花果樹葉 偏要文字 圍著身體 所以 你會說 你會說